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得不到她 就算她心里只有你 你根本不把她性命当回事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都给我住口 问了一个女人反目为仇 成何体统 我若是告诉她 我怀了你的孩子呢 董廷瑶要是知道半个字 我就杀了你 你不是杀开少爷 你不是杀开少爷 我才杀开少奶奶 我才杀开少奶奶 她当初那小孩 她这样完全是咎由自取 可她不是我的仇人 她是我的亲人 我要是帮你 你怎么报答我呀 不如 你让我亲一下 为什么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去找她 而不是来找我 你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 女子 你跟二爷和好 和 我说的少爷 就是二爷 二爷还是少爷 少爷还是小少爷呢 所以当年的方家少爷是如今的二爷 若是想杀一个人 那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求而不得 才是最让人痛苦的 我该在你身边这么每一天 我都想要杀了你 你不是要看我的印章吗 这鸽子显纹身才是我的印章 只要在我激动时 才会显现 就因为一封莫名其妙出现的信件 就要把你之前对我的信任全部推翻是吗 我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你 那你现在就会选择把我杀 对待自己的仇人 不要信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你